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叫做妈祖 航海的保护神 在唐献宗时 福建福田就有个叫宁墨的人 此人共有九个儿子 都做了周长一级的官 人称九木宁氏 宁墨第九代世孙 宁墨曾做过宋朝的巡警 他最小的女儿叫宁墨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孩子出生后一个月里 竟然从来没有哭过一声 就是一个沉默的孩子 日后成为了著名的航海保护神 素称 妈祖 在宁墨成为妈祖之前 曾有过许多传奇的经历 包括他的降生 也都非必寻常 据说啊 据说啊 有一次 光神 宁菩萨带着龙女和善财 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谈谈会 他们各自踏着云雾 向普陀山飘去 在经过附建 蒲田 梅州时 他们发现了前面有几股黑气 从海面上升上来 然后直冲天顶 走在前面的龙女 拨开云头 向地下一看 只见 梅州湾 海面上有几只渔船 翻成落水 渔民们纷纷掉入水中 有的淹死了 有的被海里的大鱼 咬得惨不忍睹 岸上这些不幸遇难的 渔民的妻儿老小 哭听海底 场面十分凄惨 农女看到这一情况 心中大事不忍 转身就向观世音菩萨汇报 希望允许他下海去救 这些不幸的人 但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同意 这并不是 观世音菩萨 不同情这些人 而是另有原因 原来呀 在龙女拨开云雾 偷看凡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早就知道 梅州湾里有海怪在倒乱 他常常掀翻过往的船只 将不幸的潜水者 当点心吃 对此 对此观世音菩萨早有打算 只因天机不能泄露 所以不便跟龙女说 龙女继续请求观世音菩萨说 这妖怪残害生灵 如果不及时将它除掉 将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这样的悲惨呢 成年再现呢 请师父大发慈悲 容我舅舅众生吧 观音说 龙女啊 此中自有天经 你不必太记挂在心 等王母娘娘的攀讨会 结束回到洞府 你自然会明白的 龙女不再请求了 师徒三人继续向远处飞去 再说 在梅州湾有个观音庙 当地许多人都经常到此去朝拜 而去得最多的 要属寻解宁愿了 这一听 宁愿又带着夫人 前往观音庙进香 在殿上 宁愿的夫人祈求说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宁家生了四个男孩 但都不出众 只怕将来香火不忘 求观世音菩萨 再赐一个男儿吧 如果你答应小女子的这一请求 我宁家一定多多施舍 普救世人 观世音菩萨虽然远在她的动火 但她对庙里的情况 却一清二楚 观音听了宁愿夫人的祈求 便对农女说 农女啊 宁家世代 于人为善 慈悲为怀 这次亲自来求自 师父只好答应 后天 你投胎到她家 了结这个缘分吧 同时 你也将收服 那天 那天你在梅州湾 看到的羊魔 当时 我不是告诉你 此中自有千金吗 指的 就是这个 农女 你的命 辞别的观音 准备下凡投胎 迷行前 她去跟师兄 善财告别 农女就对善财说 师父要我下凡 收服羊魔 替天行道 只怕我做了凡间俗人 无法完成这个大业 善财说 你不必担心 还是安心去吧 到时 我会到凡间点化你 助你一臂之力的 于是 龙女踩着一朵祥云 下到凡间 准备投胎 林家 且说 宁愿 带着夫人 去观音阁上乡以后 不久 林夫人 就身怀有欲了 一朝 怀孕 十月 非眠 不觉 就到了 林夫人 非眠的时候了 这天 福里 各个 忙忙碌碌 大家都在等待 林夫人 早生 贵子 当然 也就是 这一天 浓郁从空中 向林家 飞去投胎 做了 林院的 女儿 林院 本想再生个儿子 听说 夫人 生了个小女儿 心中有些不快 跟林娜 烦恼的是 这个小女孩 一直到她满月的时候 也不会哭笑 一点声音也没有 为此 林院认为 小女儿 一定是个哑巴 决定将她 抛弃到野外 林院知道 夫人 一定不会同意的 就趁夫人 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地 把小女儿 带出了家门 来到一座 偏僻的山岗 可是 正当林院 丢下 墙堡中的 小女孩时 对面 却走来了 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呢 向着林院 嚷着 救人一命 甚到 欺击浮屠王 林院听了 心想 这和尚 莫非 有什么话要说 于是就问她 大师 你有何指点 那和尚 就对林院说 这女娃娃 有什么罪过 你要把她 丢到野外呢 林院有些不安 但仍然狡辩说 她身下来 已经 一个多月了 既不会哭 也不会笑 一点声音都没有 必定是个哑巴 结果留在世上 也是一件苦事 不如趁她现在还小 将她抛弃为何 和尚说 不一定 就真的是 就真的是哑巴 你把她给我看一看 行吗 林院同意了 将女儿 递给了和尚 并说 要是她不是哑巴 谁还会抛弃呢 只怕你看了 也没有用的 和尚 见过小女孩 在她耳朵边 轻轻地说了几句什么 这时 小女孩竟然 又说 又笑起来 林院见了 大为荆棋 就从和尚手里 接过女儿 转身回家了 这位和尚 不用说 这是小龙女的师兄 善台 林末回家后 就和这个习惯的女儿 取了个习惯的名字 林末 渐渐地 林末长大了 有一字 林末 与林院的四位兄长 分别乘着五只船 到福州去办事 晚上 在家中 好好睡着的 林末 突然 手脚乱动 林末的母亲 恰好 经过林末的场景 她以为 林末在做噩梦 赶紧 使劲 推她 林末 睁开眼睛 却说 不好了 父亲他们的船 遇上了暴风 母亲认为 林末没事醒 也没在夜 林末 却埋怨母亲说 我双手 割拉一只船 两脚又挂上了两只船 嘴里还叼着一只船 北南父亲和哥哥们都会没有事的 柯林一喊 我嘴一张 嘴里叼着的那只船就给挂跑了 那只船是大哥做的 我大哥一定性命难保了 说王 林末难过的哭了起来 母亲仍然不肯相信 以为她还在梦中 安慰她几句就走了 可是 几天后 林末宁愿确实带着三个儿子回家 向一家人哭诉 海上遭遇风暴的事情 林末的大哥真的已经葬身余父了 他们还说 在风暴大作时 看见一个女子牵着五条船的 猥琐她闹而行 事不涛如同平地 这时 全家这才明白 林末的确是个奇人 可此时一惊闯开 林末对时名声大正 林末一声未曾嫁人 她经常沉船渡海 来往于岛屿之间 凭着她一颗菩萨心肠 及一身好水性 曾在海上多次救护 渔民和商人 被人们称为神女 龙女或者马祖 林末死后 当地人为她修了庙祭祀她 而她的灵魂 人不时出现在海上 救护那些遇行者 宋徽宗 宋徽宗 薛河五年 陆允迪奉旨抽石 高公立 她率领八艘大船 在渤海上航行 突遇大风暴 一下子刮没了七走 陆允迪万分的惊恐 闭目祈祷 神女下凡 保我平安 保我平安 神女下凡 保我平安 说了也怪 陆允迪忽然觉得船 一下子就疲没了 她睁开眼睛 果然有味 果然有味 穿红衣的 神女 站在船墙上 靠着神女的 护友 陆允迪 独船 使向高公立 抽色完成了 任我 宋徽宗 听说此时候 亲赐宁墨词 一块题为 顺记的匾额 自宋至清 历代帝王 都嘉奖 神女宁墨的宁迪 帝王们 对宁墨的赐封 多达四十多次 封号包括 妙宁招应 广记宁祝 宁慧祝圣 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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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宁显右 护国 毕明 和 辅国 护圣 等等 宁墨的地位 也由 最初的 平民 逐步升级为 夫人 妃 圣妃 直到高升到 天后 祭祀 也由民间的 逐渐升为 朝廷派大臣祭祀 并 再入国家 礼典 同时 诸如 天津 南京 扬州 故京 平江 新化 福州 和泉州 等 严海城镇 都纷纷修建了 天后 飞宫 和泉州